我替你肚子,是你活该,神让你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,我让你给我削一个苹果,你却装聋作哑,如果不给你点颜色瞧瞧,你都不知道在这个家里谁才是一家之主。 老太婆,你也太狠毒了,你的所作所为时早要遭天前,我肚子里的可是你们家的筋骨肉,万一有个好歹,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 就这样,小秦拖着疼痛的身体赶往医院,丈夫得知后,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赶到了医院。 老婆,你怎么了?是不是不小心撞到肚子了? 这一切都是你妈做的好事,我躺在沙发上和同事谈工作上的事,你妈让我给她削个苹果,我没听见,然后她什么也没说就站起来,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。 现在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,要是这个孩子没了,我对这个家也就彻底失望了,我想我们还是离婚算了。 老婆,我就不信我妈会这样对你,我现在就回家去找她问清楚,如果我妈真的按照你说的对待你,那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,请你相信我。 说完,老公立即回家找母亲对着。 妈,我老婆正怀着孕,你怎么可以不分轻重的上去就是一脚?我让你好好照顾她,你却把她照顾到医院去了,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解释,我绝不罢休。 我踢她一脚,怎么了?我踢她,是她自己活该,居然对我的话出耳不闻,我让她给我削个苹果,然后切成块端给我,她就躺在沙发上和其他野男人打电话,有说有笑的,差点让我血压飙升。 既然她不把我放在眼里,那我就让她知道,得罪了我会有什么后果。 妈,你简直就是无理取闹,就为了一个破水果,你终于这么狠毒骂。如果小秦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事,她就要跟我离婚了,更何况我让你照顾她,你倒好,居然让她一个孕妇伺候起你来了。 哼,你还想让我照顾她?别做白日梦了,你老婆自从你出差以来,每天就是躺在沙发上和一群野男人打电话。 她说话的时候兴奋得很,我看她对你都没有这样的笑容,我甚至都怀疑她肚子的孩子是不是你的,指不定你戴了绿帽子还不自知,所以你们要离婚的话,我举双手支持。 妈,你怎么能毫无根据地对我老婆产生猜忌呢?她是什么样的人,我难道不清楚吗? 她现在是怀孕了,在家上班而已,却被你说成是根野男人侨情,另外,我每个月给你一千五百块钱,让你照顾我的老婆,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,我真的很后悔,早知道我请个保姆过来,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了。 你是不是觉得一千五百块钱很多?我难道缺你这一千五百块钱吗?我自己的养老金都花不完。 再说了,我都已经是半个身子快入土的人了,辛辛苦苦累了大半生,现在晚年我想要享受生活,而你老婆现在年纪轻轻的,身体又好。 我让她给我削一个苹果能累死,她还是怎么着,就动动手的事,她都不愿意干,以后等我不能动了,还怎么指望她给我养老呢? 妈,你根本就是为老不尊,故意刁难我老婆,你要是真的得看她不顺眼,那我们就分开生活,你现在就收拾东西搬回老家去住吧,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 我的好儿子现在敢对我发号施令了,我看你是翅膀长硬了,是吧?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,没想到这个说法在你身上得到了验证,你可别忘了,你现在住的房子,开的车,都是我这个做妈的给你买的,你现在想过和拆桥赶我走? 你凭什么? 你说的没错,房子车子都是你买的,既然你不走,那我走总可以了吧?现在我把房子和车还给你,从今往后,我们互不相欠,你就抱着你的房子和车子度过余生吧。 儿子,我警告你,别想威胁我,你觉得我会害怕吗?我怀胎十月,喊心如苦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大成人,你现在这样对我和恩将仇报有什么区别?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,你不能这么狠心地抛弃我。 我很感激你给了我生命,养育了我,所以我一直对你很孝顺,你儿媳妇小秦也是如此,但你却把我们的好意,使为理所当然,被我老婆各种刁难,她处处忍让你,可你却把她的忍让当成是好欺负,便本加厉地挑她的刺,这次居然还踢她肚子一脚,揪着她的头发,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,推到了门外,不让她回家,让她大冬天穿着衬衫在外面冻着。 她肚子里可是怀着你的大孙子,我真想打开你的心,看看是不是黑色的。 你给我闭嘴,这分明就是你老婆挑事在先,如果她听话,把切好的苹果端到我面前,我何必这样教训她呢? 本来我只想在房间里教训她,没想到她竟然说我是不是缺胳膊少腿,要我想吃东西就自己切。 我一听这话,火气立马就上来了,于是就把她赶了出去,就是为了让她反思一下, 让她知道怎么尊敬长辈。 作为女人,你应该知道怀孕期间情绪波动会很大,身体不舒服,这些都很常见的。 当你让小琴给你削苹果的时候,她因为烦躁,一整天都没有胃口,难受得连动都不想动, 但你还是继续地在她耳边,大呼小叫地命令她坐着坐哪,这可谁谁不烦啊? 她只是顶了你几句,你却不依不挠地踢她的肚子,我才出差两天回来,我老婆就住院了,我的孩子也没了, 我现在对你的所作所为,真是失望透顶,总之我不想和你争论谁对谁错了,我走了之后,你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吧。 好啊,你这个不孝子,你要是敢踏出这个家门,我们从今往后就断绝关系, 从此以后我的房子和车子都与你无关了,你必须要考虑清楚。 母亲说完,大墙愤怒地摔门而走,然后去了医院,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。 老婆,对不起,都是我的错,我不应该让我妈来照顾你,是我该死,希望你能原谅我一时的疏忽。 我对你们家已经彻底绝望了,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,是你妈一步步毁了我们的婚姻,等过两天我身体康复了,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。 老婆,我绝不同意跟你离婚,我错了,我替我妈真诚地向你道歉,你一定要原谅我,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你,你不能轻易放弃我们的婚姻。 大墙说完,小秦转过头,不再理会,已经是深夜了,母亲看到儿子还不回家,心里开始发了慌,于是便厚着脸皮打去电话。 儿子,你别和我耍小孩子脾气了,我命令你现在立即回家吃饭,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麻辣香锅,你就快点回来吧。 妈害怕一个人在家,你别怪儿子不孝了,我已经辞去了工作,留在医院照顾小秦,请求她的原谅,如果以后她不愿意再回去,那我就陪着她,永远不回去。 我的好儿子,你可别放糊涂啊,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金饭碗,你怎么能说辞就辞呢? 所以你还是赶紧和你领导说一下,别辞职了,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。 再说了,李小秦狠心把孩子打掉,很明显是外面有人了,或许她根本不想再和你在一起了,你又何必要向她道歉? 请求她的原谅,就凭你的学历和身高样貌,何愁找不到好女孩,以后妈一定会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,你就听妈的话,回到我的身边吧。 妈,都到这个时候了,你还往小秦身上泼脏水,我怎么会有像你这样狠心的母亲呢? 别人梦寐以求的金饭碗,就算再好,也没有我老婆小秦重要,这次她的心被你伤透了,她肯定不会轻易原谅我的,所以我已经想好了,即使她这辈子都不肯原谅我,我也会永远守护着她,她在哪里,我就会在哪里,往后你就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吧。 儿子,你一个大男人,能不能有点骨气? 古话说,天涯何处无芳草,没有李小秦,难道你就活不下去了吗? 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,你就不觉得丢人吗?你就不怕别人看不起你吗? 作为一个男人,我应该有责任和担当,如果连老婆孩子都照顾不好,我算什么男人? 我不在乎别人是否看得起我,无论如何,这次我下定决心了,你不必在这里白费口舌了,从现在起,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 说完,大墙就挂断了电话,一周后,小秦出院回到娘家,大墙也紧随其后,但是却被老丈人和丈母娘拦在门外手动。 婆婆得知儿子遭罪的消息后,愤怒地来到儿媳妇的娘家,大声喊道。 亲家母,你们怎么还不出来给我请安?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有什么本事?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?未完待续,下集更精彩。 李小秦,我不就是轻轻踢了你一脚吗? 你何必要把孩子给打了?我看你就是个狠毒的女人。 老太婆,你现在还为人先告状,就因为你这一脚,你直接就把我孩子踢没了,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 婆婆无奈,只好下楼劝儿子跟自己回家。 儿子,李小秦已经决定不回去了,你不能为了这么个女人,而一蹶不振,你要像个男人一样挺起胸膛,而不是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。 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就是你,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,另外,你现在咄咄逼人的样子,让我感到恶心。 她现在都不让你进门,你只能待在楼下,你这又是何苦呢? 你就听妈一句劝,跟我回去吧,以你的学历和我们家的背景,什么样的女孩娶不到? 俗话说得好,天涯何处无芳草,再说了,李小秦他算个什么东西? 他在电话里和一群野男人调情,非说是和公司同事在谈工作。 这样的话,你这个傻小子居然还信以为真,我看他早就背叛了你,否则他也不会这么残忍地把孩子打掉。 这时,小秦和他的父母听到了婆婆的话,就走上前和婆婆争论。 你真是个无赖,你再敢诽谤我的女儿,你信不信我当着你儿子的面,撕烂你这个老家伙的嘴。 哎哟,亲家母不做缩头乌龟了,你女儿水性洋花还不让人说呀? 我让她削一个苹果,她给我装聋作呀,还不是因为她和别的野男人打情骂俏得太入迷了?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我儿子这样笑过,所以我一直怀疑你女儿,她早就背叛了我儿子,我才会一不做二不休地踢了她。 老太婆,你别在这里污蔑我了,我躺在沙发上打电话,是因为公司工作的需要。 再说了,我怀孕了,公司领导同情我,让我回家上班,就被你污蔑说是和别人打情骂俏,还不分青红倒白地上来踢我。 害得我流产,你还在这里颠倒黑白。 一旁的儿子听到母亲说的话,赶紧想把她赶走。 妈,你能不能别在这给我火上浇油了?我了解小秦的为人,你以为小秦喜欢一直对着手机屏幕吗? 那是她的工作,客户随时有问题要咨询,小秦就要随时解答。 为了兼顾家庭,小秦才不得已选择了这种在家工作的方式。 但是,如果不是她做好一日三餐,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你还有空闲时间去翘广场舞吗? 跳舞跳累了,小秦给你端洗脚水,唱歌唱歌了,小秦给你削水果吃。 这个待遇恐怕连我丈母娘都不曾有过,即便她这样伺候你,也无法暖热你冰冷的心。 我一直告诉她不要这么累,但她说她想和你搞好关系。 这些年你们谁对谁错,我看得一清二楚,这一次完全是你的错,是你无端猜忌导致的后果。 所以,你还是赶紧走吧,不要在这里给我钱麻烦了。 如果你要我离开,除非你答应我的三个条件。 首先,你们俩必须跟我回去,你们还没有离婚,小秦还是我们家的儿媳妇。 自从你老婆回到娘家这几天,家里没有人拖地,吃完饭也没有人洗碗,衣服也堆积成了小山。 其次就是你老婆必须遵守我们家的规矩,我让她往东,她就要往东。 这个家我才是一家之主,我说什么就是什么,以后不许跟我顶嘴。 最后一个是小秦每个月的工资,必须交一半给我保管,因为她花钱大手大脚,没有节约意识,不懂得持家。 我的三个条件是合情合理的,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,就别怪我用非常手段来对付你们。 你这个老太婆,你简直就是无理取闹,你还好意思跟我们谈条件,还想让我回去继续当你的免费保姆,还痴心妄想要我一半的工资,我看你就是在做白日梦。 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,就算你用八台大教堂我回去,我也不会回去,所以我劝你,别再在这里闹事了,不然我马上报警,把你关进小黑屋。 倘若你不答应我定的三个条件,我就躺在地上,让邻居们都来看看你这个儿媳妇,是怎么对待婆婆的。 说完这话,婆婆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,儿子见母亲耍无赖的样子,于是说道。 妈,就算我求你了,你就不要在这里闹事了,如今的结局都是你埋下的货根,小秦刚嫁入我们家的第一天,你就逼我把工资卡交给你保管,如果我不给你,你就闹得整个家鸡犬不宁,最后实在没办法,我就把工资分成两半,一半给你保管。 一半给小秦,可即便如此,你还是不满足,每次都刁难小秦,每次都找他的茶,你只要看见他花一点钱,就阴阳怪气的说他不懂得勤俭持家,他每天都躲在被窝里掉眼泪,有一天我撞见了,才知道你是当面一套,背面一套的人。 现在你还想要我老婆一半的工资,你到底在想什么?难道你想榨干我们俩,你才高兴吗? 儿子,他要是不把钱交给我保管,迟早都要被他给败光了,你们年轻人不当家,不知道柴米油原贵。 你老婆整天就知道网购,隔三差五就往快递站跑,家里拆的快递箱都要由我高了,你见过哪家的媳妇像他这样过日子的? 所以我提出的三个条件都是合理的,你们必须同意。 妈,你少在这里办弄是非了,你只看到小秦拆快递,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他买的是什么东西? 家里的牙膏牙刷,洗衣粉,卫生纸,家里的日常用品哪样不是他买的? 他选择网购是因为更便宜,小秦不仅没有浪费钱,还给我们家省了很多钱。 相反,你手里有我一半的工资,你给这个家添置过什么东西吗? 家里大大小小的开销,哪样不是小秦精打细算,从来没有让你操过心,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? 现在还贪得无厌的想要小秦交一半工资给你保管,我看你简直是人心不足蛇吞相。 现在小秦闹着要跟你离婚,我替你把他一半的工资牢牢握在手里,你不仅不感激我,还一直帮他说话,要不是我有先见之名,你的血汗钱早就被李小秦拿回他娘家了,到时候你的损失就更大了。 再说了,他现在又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,你就更没必要跟他过下去了。 我看你就是胡说八道,小秦还不是因为生你的气才跑回娘家的吗?小秦喜欢孩子,自从怀孕以来,他凡事都小心翼翼,生怕孩子出事,可就是这样一个人,被你狠狠地踢了一脚,被迫去了医院做了手术,所以你才是罪魁祸首。 闭嘴,你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,你老婆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,你还在替他说话,你还能有点骨气吗?还求着他原谅你,如果你是个男人,就不要在这里受他的窝囊气,凭你的学历,你小秦根本配不上你。 你赶紧跟我回去吧,就凭你的样貌,还有这么好的工作待遇,想再找个老婆,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。 老太婆,你要是还在这里添油加醋,见不得你儿子好的话,我今天就跟他离婚,让你得偿所愿。 老婆,你别信我妈的鬼话,她就是在火上浇油,你要知道,我是一直深深地爱着你的,不管你说什么,我都不会同意跟你离婚的,实在不行,我就和我妈断绝关系,我们重新开始,算我求你了,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,我发誓不会再让任何人来伤害你了。 听了儿子说的话,母亲气得鼻孔冒烟,对着小秦怒吼道。 好你个坏女人,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,把她迷得连亲妈都不要了,今天我要是不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,以后这个家里就没有规矩可言了。 说着,婆婆就想冲上去教训小秦,可是大强奋不顾身地挡在了她的面前。 老太婆,你太放肆了,你要是敢在我面前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,我就打得你满地爪牙。 啊,再说了,我女儿已经被你伤害过一次了,你还不肯悔改,还想一次又一次地欺负我女儿。 你以为我这个做父亲的只是一个摆设吗?我劝你赶紧离开,别再在这里闹事了,有什么问题就让他们两个自己解决吧,你在这里煽风点火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。 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禁止玉叶的大小姐吗?我巴不得她们早点离婚,这样我的儿子就可以重新再娶一个了。 妈,我绝不会离开小秦半步的,所以今天我只能和你断去关系,从今以后,你就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。 等儿子说完,婆婆只能低下头,默默地离开了。 至此,小秦和大强重归于好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,但好景不长,平静的日子却被婆婆的一个电话打破了。 儿子,妈很想念你,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,你过得还好吗?听说你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。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?未完待续,下集更精彩。 儿媳妇,你小叔子马上要结婚了,如果你不把你的学区房送给她的话,我就在你公司门前喝药,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做儿媳妇的,是怎么对待婆婆的。 老太婆,你今天要是不喝药,我都看不起你,所以你要喝就赶紧喝,别耽误我工作。 再说了,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,你别想在这里倒打一耙了。 另外,想让我把房子送给小叔子,你就别痴气妄想了。 儿媳妇,你别太过分了,昨天你答应把房子送给你小叔子,现在你却出儿反儿,我看你真是谎话连篇。 再说了,作为大嫂,你小叔子要结婚了,你就应该出钱出力,谁让你有两套房子,另外那套学区房又没人住的。 你凭什么不同意把那套房子过货给你小叔子? 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,必须要有套学区房,所以别被你这样一闹。 女方家不同意结婚了,我看你怎么收场,你还要给你的小叔子准备三十万元,她要送给女方家作为彩礼。 你别在这里跟我废话了,我为什么要把房子过货给你小儿子? 一套房价值几百万,你算什么东西?你说送,我就一定要送吗? 虽然小叔子结婚是好事,我作为大嫂也为她感到高兴,但现在你要我把房子送给小叔子,还要帮她准备三十万的彩礼,我看你真是贪得无厌。 如果你不愿意送的话,那就赶紧赚钱给你小叔子,让她自己去买一套。 这也是你做大嫂的应该做的事,所以这次你必须要多准备点钱,毕竟你小叔子买房结婚,才是家里的头等大事。 这可不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随随便便。 所以这次我们一家人,要有钱的多出钱,有力的多出力。 说得对,老婆,免费送给我弟一套房子,确实不太合适,但我完全支持全家齐心协力帮助弟弟的想法。 现在他的婚事是家里的头等大事,不管怎样,我们得一起帮我弟弟把房子买下来,一家人互相帮助,才像一家人。 如果家人有事,我们都不帮忙的话,那还算什么一家人? 大强,你弟弟结婚,你想帮忙,我没有意义,只是不知道你这个大哥要准备借多少钱。 儿媳妇,你要摸着良心说话,他们俩是亲兄弟,你怎么能说世界? 再说了,大强是做大哥的,现在弟弟有困难需要帮助,相信他一定会帮忙的。 你们做哥哥嫂子的,就应该慷慨解囊,不求任何回报地帮助他顺利结婚,这也好让我们老两口安心。 爸妈,你们不要误会,小秦不是故意的,他是我的老婆,我了解他的为人,他一定非常愿意帮助我弟弟的,也许是他的表达方式。 有点不准确,你们就别生他的气了。 没事,不管什么时候,你们就得有做大哥大嫂的样子,明白吗? 况且,我们已经选好了房子,我们会用我们所有的积蓄全力支持你弟弟买房。 剩下的就是你们哥哥大嫂应该做的事情了,还有三十万的彩礼要准备好。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?你们想用所有的积蓄给小叔子买房子,那你们想过以后养老的问题怎么解决? 儿媳妇,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?我和你公公现在不是吃住都在你家吗?从今往后也是如此,我们就住在你家不走了。 等你小叔子结婚后,我们老两口可能会时不时去他家住几天,但我们还是会以你家为主。 至于养老问题,这就不用你担心了。 我们有两个儿子,等我们老了的时候,他们一定会照顾我们的。 小秦,还有我们看中的房子一共要一百五十五万。 我们老两口准备了五万,剩下的一百五十万,就要靠你负责了。 妈,没问题,我老婆会亲我的,更何况我就这一个弟弟,我一定会帮她的。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安排好的,我保证三间之内把这件事办得妥妥当当。 老公,难道我们家的日子不过了吗? 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,也只有六十多万的积蓄,怎么可能拿得出一百五十万呢? 你要我们从哪里弄这么多钱? 儿媳妇,你就别在这里推三阻四了,还是我儿子知道心疼我。 你就知道一次又一次地顶撞我。 如果是你妈向你要钱,你肯定会痛快地答应,所以你还是没把我当成你亲妈一样对待。 你别在这里搬弄是非了,我们家的情况,你也是知道的,我们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? 即使我的亲妈来找我要钱,我也要问清楚多少钱,如果要得多的话,我也不会给她的。 再说了,小叔子结婚,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出一部分呢? 况且我还要抚养两个孩子,压力很大的,倘若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小叔子。 那我们以后就活不下去了,所以你别那么自私,你也要为我们这个小家庭考虑一下。 老婆,我是给你脸了是吧?你非得和我唱反调吗? 我刚刚才答应我妈,你怎么越说越起见?你一定要在我妈面前让我难堪吗?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,根本没必要计较那么多。 如果家里的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计较,那整个家还有什么亲情可言呢? 实在不行,就找个折中的办法。 这个办法对谁都好,我希望你们能仔细考虑一下。 房款155万,我们家出30万,爸妈出5万,小叔子自己再出10万,这样就可以付个首付了。 等小叔子结婚后,可以自己慢慢还房贷,这样大家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 儿媳妇,你出的是什么苏主义?我们必须要在你小叔子结婚之前买下房子,这样是婚前财产。 如果我们不在他结婚之前把房子买下,万一以后女方想来分房产怎么办? 而且,小叔子的工作也不稳定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,他们哪有经济实力来还房贷啊? 所以我们先不谈还房贷的问题,就单单那个10万的首付,他都拿不出来。 你作为大嫂的,不但不想办法帮她解决问题,还要增加她的房贷负担,你实在是太狠心了。 你们凭什么要道德绑架我?难道我们家的情况就可以视而不见吗? 再说了,无论做什么,都要根据家庭的经济能力来决定的。 我们家总共就这么多钱,你们非要打肿脸充胖子,别到时候扬相百出。 儿媳妇,你别给脸不要脸,就算你没有钱,你难道不会去你娘家要吗? 再说了,你父母每个月退休金那么多,根本花不完,还不如拿给你小叔子先集用。 就是啊,我妈说的没错,老爸,你现在就赶紧回娘家。 你是家里的独生女,你父母的财产迟早都是你的,倒不如现在拿出来提前用。 你们真的很可笑,还想让我从娘家拿钱贴补你们家,这我可做不到。 再说了,我父母仅有的一点积蓄也是要留着养老的。 如果我用这笔钱来补贴你们家,那我父母以后的养老怎么办? 万一他们哪天生病了,并且急需用钱怎么办?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? 你不觉得你们的做法很自私吗? 儿媳妇,你别误会了,你婆婆和大强不是这个意思,我们怎么能让你回去要你父母的钱呢? 你要是这样做了,万一传出去,我们一家人岂不是很没面子? 其实我们是想让你先回你父母家去借,然后我们再还给你。 没错,我爸说的对,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,都怪我没说清楚,差点让你误会了。 我相信我老丈人和丈母娘是有爱心的人,现在我们家面临困难,他们绝对不会袖手狂观的。 儿媳妇,我也相信亲家母是通情达理的,不然也不会把你调教得这么好,我会感激他们一辈子。 为我养育了这么好的儿媳妇,所以请你回你父母家去,和他们好好谈谈,把钱借出来,我们肯定是有借有还的。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,那好吧,我回去问问,不过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,我不能保证就一定能借的。 好老爸,你真是我们家的救世主,那我们就一言为定,我会在家等待你的好消息,希望你不要让我们一家人失望。 之后,儿媳妇便回娘家去借钱。 爸妈,我这里有点事情,急需用钱,你们能先把你们存的150万养老钱借给我一段时间吗? 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,未完待续,下集更精彩。 儿子,真是太好了,你终于离婚了,妈恭喜你啊,今天真是个大好日子,妈总算是盼到了。 老太婆,我离婚了,你至于这么开心吗? 那当然了,妈知道这个消息后,一晚上兴奋的没睡好觉,你现在不仅自由了,最重要的是你还分到了那么多的财产,妈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帮你想着这事呢。 你可真是别有用心啊,我告诉你,我和我老婆离婚不是因为感情不和,也不是因为想要她的财产,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。 我不在乎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,我只知道,你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,分到了三套房子。 老太婆,我分到几套房子,和你有什么关系吗? 怎么没有关系,我可是你的亲妈,我听说你的三套房子中有一套靠近市中心的一所小学,还是个学区房,对吗? 那正好你把这套房子送给你弟弟吧,你弟弟的儿子今年要上小学了,他想让孩子到城里上学,可人家要求必须要有房子,你那套房子不是刚好合适吗? 简直就是九汉冯甘霖的吉时语啊。 你是在做白日梦吗?那套学区房是我的,我凭什么要给你的小儿子? 儿子,你不是已经有三套房子了吗?那么多房子,你自己又住不了,你就给你弟弟一套吧,我相信你弟弟一家一定会非常感激你的。 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,房子是一般东西吗?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?再说了,我就算把那套学区房送给别人,我也不会送给你小儿子的。 儿子,你怎么能这么说呢?我们不是一家人吗?一家人之间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。 老太婆,实话告诉你吧,在我心里,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家人,你还想让我给你小儿子一套房子,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 你怎么能说我们不是一家人呢?你是我怀胎十月,喊心如苦生出来的,你弟弟也是你的亲弟弟,我们当然是一家人啊,所以你就把那个学区房让给你弟弟吧。 老太婆,你可真是能说会道啊,我告诉你,你说再多也没有用,我是不会把房子给你小儿子的,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如果你还这样一直来烦我的话,那就别怪我以后都不认你这个母亲。 儿子,你现在已经没有老婆孩子了,难道你还想失去你的亲生母亲吗?你就不怕街坊邻居戳你的脊梁骨吗? 你怎么有脸说是我的亲生母亲?你难道不记得当年对我做了什么吗? 我八岁的时候,你和我爸离了婚,三天后你就改嫁了,法院把我的抚养权判备了你,所以我就跟着你到了改嫁的那户人的家里。 然而,从我去了之后那一刻起,我人生的苦难日子就开始了,那个老男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,每次喝完酒后,就故意挑我的毛病,不是打我就是骂我。 而你呢,就站在旁边看着他打我,不但不保护我,还帮他说话,说我就是活该,你自己说说世界上有你这样当母亲的吗? 你也不能怪我啊,你应该知道,当时我是二婚,所以我是在别人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啊。 儿子,至少我当时没有选择抛弃你,不是吗? 哼,你当初还不如抛弃我呢,你把我强留在你身边,还不是为了我爸那里每个月给的抚养费吗? 你和那个老男人整天好吃懒做,也从不出去工作,就靠我爸每个月给的抚养费过日子,那些钱原本是我爸给我的,都被你和那个老男人花光了。 后来我爸知道我在你们家里经常受委屈,就想接我走,但你们死活就是不肯,你还说,要接我走可以,但必须要给你们十万块钱,最后我爸没办法,只好东拼西凑借了十万块钱给了你,然后才把我接回到身边。 儿子,这一切都过去了,你还提他干什么?你现在的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? 那些事情,你说不去就能过去了吗?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过的吗? 我爸把我带回来几个月后,就因病去世了,是我爷爷含辛茹苦,才把我拉扯大。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,当时爷爷过得的日子是多么的艰辛。 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,每天要做两份工作,白天下地干活,晚上在家帮别人摸面粉,就是为了能让我生活得好一点。 而你呢?作为我的亲生母亲,我父亲去世后,你对我不管不顾,甚至没有给我打过电话,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母亲? 儿子,你怎么能说我没联系过你呢?你爷爷去世后,我去看望你,你忘了我当时哭得有多伤心吗? 哼,你是来看我的吗?你是奔着葬礼的礼金去的,那天我爷爷的葬礼一结束,你们就把家里所有的礼金和家用电器搬走了,甚至连家里的桌仪也不放过,都被你们装进车里带走了。 你说你们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吗? 儿子,你误会我了,当时你年龄还太小,我怕你管理不了那么多的礼金和财务,所以我才帮你管理一下的。 好了,从前那些沉滋骂烂骨子的事,我们就别提了,还是商量一下你怎样才愿意交那套房子送给你弟弟。 你就别白费口舌了,不管怎样,我也不可能把房子给你小儿子的,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。 还有你所说的陈年往事,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,你也别指望我会原谅你。 儿子,你现在已经妻离子散了,如果你再不好好珍惜我和你弟弟,你就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了,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。 老太婆,我实话告诉你,因为我之前身体不舒服,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,医生说我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,由于目前的治疗水平,目前上无有效的治疗方案。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,为了不拖累我老婆和孩子,我才向他提出了离婚,我已经写好了医嘱,等我死后,我会把我所有的遗产留给我的老婆和孩子。 总之,我是不会给你和你小儿子一分钱的。 你说什么?你可真是狠心啊,你不想着把财产留给你的亲生母亲,却想着拱手送给外人,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白眼狼? 我告诉你,你弟弟的小孩马上就要上小学了,你今天必须把那套学区房送给他。 你要是不听我的,今天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,看你能拿我怎么办。 你认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小孩子吗?还想让我做什么都要听你的吗?我告诉你,你现在就滚出我家,别再在这里耍无赖了,否则别怪我报警抓你,以后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 老太婆眼看儿子是要动真格的,于是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。 后来,大强的老婆得知大强是生了病才离婚的,便卖了一套房产,带着大强四处求医。 经过妻子坚持不懈的努力寻医治疗后,大强终于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。 身体恢复如初,大强又和老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 朋友们,对于这样的母亲,你怎么看?停论区聊聊。 儿子,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,你弟弟带我们来你家,让你给我们养老。 你非但不把我们请进去,给我们捏捏脚,还叫你老婆把门堵住。 我看今天不好好收拾你一顿,都难解我心头之恨。 老太婆,无论如何,我今天都不会让你进我家门的,除非你们从我身体上踏过去。 你太嚣张了,简直是大逆不道,难不成你还对五年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吗? 你女儿得了不治之症,你让我们借钱,我不借也是合情合理的。 没必要在一个丫头骗子身上浪费金钱和精力。 况且,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,你也别再揪着不放了,还是赶紧乖乖地把我们请进门吧。 老家伙,你不配谈论我女儿,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,现在这里是我的家,我有权不让你进来,所以你们赶紧滚开。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? 当年你们两口子不顾我和你妈的极力阻拦,毅然决然地走了。 这一走就是五年,这五年来,我们到处打听你们两人的消息,却毫无音讯。 为此,我和你妈日夜煎熬,现在你和大强都事业有成,我们终于可以一家人团聚了。 所以我们打算以后就赖在你家养老了,也好让你们两口子在我们面前静静笑道,弥补一下你们这些年对我们老两口的亏欠。 够了,你们给我闭嘴吧,自从我们离家戳走的那刻起,已经对你们彻底寒心了。 你们所做的一切让我至今难忘,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,别在我面前装可怜了,你们不是PID吗? 那就让他给你们养老啊,干嘛要跑来我们家赖着不走? 大哥,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目无尊长的话呢? 赡养父母,难道不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义务吗? 再说了,你离家五年了,爸妈已经在我家住了这么久了,现在他们年纪大了,身体状况大不如前,需要有人伺候。 你看,我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,每个月的工资就三千块,家里的所有开支我一个人承担。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压力有多大? 你身为大哥也是爸妈的亲生儿子,凭什么可以对他们不管不顾? 你弟弟说的没错,这五年来,都是他们一家在照顾我们老两口,现在你已经成了有钱的大老板,反观我和你爸,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,当然要指望你给我们养老啊。 你们两个不要脸的老家伙,你知道五年前我和大强为什么离家出走吗? 要不是你们把家产全部给了小叔子,即使后来我女儿病重住院,家里负债累累,我跪下来求你们救救她,可你们却依然袖手旁观,质若罔闻。 直到现在,我都忘不掉我女儿离开时的绝望和不舍的眼神,如今五年过去了,我和大强终于从之前的悲伤中恢复过来,你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? 嫂子,你就别再找借口了,即使爸妈当年没有帮你们,那也是因为当时家里的情况不允许,没有钱帮你。 再说了,就算爸妈当年把家产给了你,你拿去救你女儿,到时候也是人财两空,这就是现实,你是改变不了的。 好了,你也不要对以前的事计较那么多了,还是让开路,让爸妈进去做下些会,毕竟我们从老家千里迢迢赶来,总得先让他们进去休息一下吧。 说着,小叔子就准备拿行李,送父母进去,没想到却被儿媳妇拦住了。 弟弟,今天你要是赶上前一步,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,我还清楚地记得五年前的除夕夜,外面下着大雪,我女儿病了,需要紧急手术,我和我老婆跪在门外的地上求你们借两万块,可你们不仅没有借钱,还狠心地将我们赶出家门,嘴里不停地骂道,死丫头活该。 三天后,我的女儿含脸中,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冷血无情造成的,自从我女儿去世之后,我对你们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,所以你们还是走吧,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。 儿子,我真是没想到,事情都过去五年了,你们两个还揪着不放,你们不觉得心累吗? 再说了,当时医生不是说你女儿病得很重,康复的希望不大吗?万一人才两空可就不好了,现在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,千里迢迢来找你,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父母的吗? 你就不怕街坊邻居戳你们的脊梁骨吗? 妈说的对,人不能没有良心,不管怎样,父母辛苦把我们养大,养育之安大于天啊。 你想一想,如果爸妈就这么回去了,以后还怎么在亲戚朋友面前抬头做人? 你就乖乖地把门让开,别到时候弄得大家翻脸就不好看了。 弟弟,你们今天休想进我家门,这些年,我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,还怕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吗? 想当初,爸妈不仅把拆迁钱全部给了你,还给你当牛做马,带孩子做家务,现在他们老了,腿脚不好了,你就把他们丢给我,让我给他们养老。 你这么做不觉得羞愧吗?所以你们不要再坚持了,我和我老婆永远不会让你们进门的,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,还是从哪里回哪去吧。 老太婆,你们还是有多远滚多远吧,不要赖在这里不走,否则我现在就报警,让你们都去小黑屋蹲着。 嫂子,你算老几啊,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,我们大老远的过来,路费都花了两千多块,根本就没有回头的意思。 你就算不想让他们进来,也得需要给他们一个令人幸福的理由吧。 那好,我就想知道,为什么你妈对两个儿媳妇的态度截然不同。 我坐月子的时候,不仅要洗衣服做饭,还要照顾孩子,而弟妹呢,整天有妈伺候着,既饿不着也动不着的。 记得有一次,我身体不舒服,想让妈帮忙照顾我女儿,可你们死活都不肯,之后,我只能忍着疼痛,背着一周大的女儿在雪地里走去医院,女儿的脸冻得通红,这件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。 儿媳妇,你也太小气了吧,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,你还提她干嘛? 当时,你和你弟妹几乎同时怀孕,你生了一个女儿,你弟妹生了一个儿子,我当然要选择照顾我大孙子。 你要知道,女孩子长大了都要嫁出去的,把她培养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? 再说了,男孩子是可以继承我们老周家香火的,所以我当时也没得选择,你就别怀恨在心了。 妈,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不肯悔改,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,你是一分钱都不愿意为我们花,可仅仅几个月后,我弟弟结婚了,你不仅给他买了一辆车,还给他买了房的,同样是你的儿子,为什么差别这么大?难道我真的不是你亲生的吗? 大强,你在胡说什么?你当然是我的亲生儿子,主要是因为你从小就是家里最听话的孩子。 无论你学习还是以后上大学和工作,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做父母担心的。 但你的弟弟却完全不同,他小时候很调皮,直到他长大娶媳妇也没让我们省点心。 我和你妈要是在不管管他,为他安排好一切,恐怕以后我们老两口都要被你弟弟折磨没了。 所以儿子,你也是当父亲的人了,你应该明白为人父母的良苦用心。 还有,你总不能因为这件小事,就恨我和你妈妈一辈子吧。 所以你就让我们进去吧,我们已经在你家门口站了快两个小时了,你就算把我们当作客人,也应该以礼相待吧。 你们就别在这里废话连篇了,总之我是不会让你们太进我家门棒步的,所以我还是劝你们乖乖地离开,不要在我们家门前赖着不走了。 否则我就要报警,让警察抓你们进橘子里去,这样传出去,你们也会很丢人的。 好你个臭女人,我和你好说歹说,你就是不听,你今天要是不让开,我就往你家门前一躺,让邻居们过来看看你是怎么对待公婆的。 别说把我们送进橘子里,就凭你们不善待老人这一点,我也要让你们身败名利,你要是害怕了,让我们进去还为时不晚,否则你就好自为之吧。 说完,婆婆就直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,愤怒的儿媳妇直接警告婆婆。 老家伙,你别的脸不要脸,我们家不欢迎你,你还恬不知耻地在我家门前撒泼打滚,我现在再就报警,你们就等着进去蹲小黑屋吧。 儿媳妇说完,就直接打电话报警,15分钟后,警察感到,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?未完待续,下集更精彩。 臭女人,你真是狗胆包天,居然真敢报警,你信不信我当着民警同志的面收拾你? 老太太,你是把我们当城市吃干饭的吗?我们都到了,你还敢胡言乱语,我看你简直是无理取闹,你们现在就跟我一起回警局处理吧。 哎呀,小同志,这是我们的家务事,就不劳烦你们了,我看你们还是回去,让我们自己解决吧,这件事都怪我儿媳妇,她大逆不道,不仅不给我们养老,还堵着大门,不让我们进去歇歇脚,小同志,你们给我这个老太婆平平理,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啊? 老太婆,你稍在这里颠倒黑白了,现在警察同志来了,你还敢这么嚣张,还想收拾我,我看要是不让你进局子里好好反省的话,你是不会仗机性的,还好更加的死皮赖脸的赖在我家养老。 好了,你们别吵了,都跟我们一起回去吧,我看你们根本解决不了这样的矛盾,只能由我们介入了,兄弟们,先把这个老太太考起来,这里就数她最闹腾。 民警同志说完话,就将婆婆一家三人带到了警察局,三天后,婆婆被释放出来,她不仅不肯悔改,还变本加厉的再次找上门,逼着大儿子两口子给自己养老。 儿子,你们非要这么绝情吗?我已经蹲了一次小黑屋了,你们干嘛还堵着门不让我们进去? 如果你们今天不让开门的话,我就在你家门前上吊,到时候臭在这里,让邻居们都过来看看你这个不孝子是如何对待母亲的。 你们要是害怕了,就乖乖地让我进去躺一下,否则把我逼急了,我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。 婆婆说完,就拿出绳子准备在儿媳妇家门前上吊,大儿子见母亲越来越咄咄逼人,瞒不讲理,生气地说。 妈,我们可没有逼你,是你自己非要赖着让我们给你养老,我们家本来就不欢迎你,更何况你当年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让我们寒心了。 当年老家拆迁的时候,本来我们兄弟姐妹三人都有份,可是,你把三百万的拆迁款全部给了我弟弟。 你还说我妹妹已经嫁人了,是别人家的人了,没有资格分娘家的钱,可是我呢? 我是你的亲生儿子,为什么一分钱都得不到? 更何况,当时我的女儿迫切需要钱来挽救她的生命。 大哥,你这样说就太冤枉人了,要怪就怪你们生了个病秧子丫头,她就是一个无底洞,如果爸妈把钱给了你,我敢保证不出一个兴气,这钱一定打水漂,事实证明我说的一点没错。 再说了,不就是个丫头骗子吗?没救过来也就算了,你们也不能怪我呀。 小叔子,你要是再敢说我死去女儿的画画,看我今天不把你嘴撕烂,当初我带你不薄,你现在怎么能说出如此绝情的话?你还是不是人? 儿媳妇,你小叔子说的对,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不争气,生了个丫头骗子,还是个病秧子,你说我和你公公能高兴得起来吗? 所以拆迁款当然不能分给你们,但你弟弟他们不一样,他们可是给我们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,这些家产都得给你弟弟和我们家的长孙,这么简单的道理,你们都不明白吗? 我真没想到你的思想还这么封建,你当初把我弟弟说得那么好,为什么家里的大事小事,你总是来麻烦我们呢? 甚至你们感冒发烧生点小病的时候,也是我们夫妻俩在照顾,我们不仅出钱,还要出力,可换来的却是你们的偏心对待。 直到后来我女儿病了,我们两个接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,你看到我们没有指望了,就和我们划清界线,甚至当着亲戚的面,说我们没用。 以后所有的财产都会留给我弟弟一家,老了也不指望我们养老,可现在呢?你们拎得大包小包的找到我家,想赖在我家养老,你们的行为简直是蛮不讲理。 儿子,你别再混淆是非了,饭可以乱吃,话可不能乱讲,妈虽然是六七十岁的人了,但还没老糊涂,你是我们的亲生儿子,是我们养大的,我们怎会不指望你给我们养老呢? 我可不是在胡说八道,这一点你心里也很清楚,当年,你为了不让我分到那笔拆迁款,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们写了一份保证书,说我没有资格分这笔钱,所以也不麻烦我给你们养老,你们可是按了手印的,白纸黑字容不得你抵赖。 大哥,我看你就是在信口雌黄,是不是你现在有钱了,就看不起我们农村人了,你分明就是存心找借口,想不善养老人? 我小儿子说的对,你显然是在找借口,再说了,你是我们的儿子,我们怎么可能不要求你给我们养老呢? 这种话,我们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,更不可能写任何形式的保证书,你就别在胡编乱造了。 就算我们当时做得有些过分,那也是我们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,现在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。 说实话,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,我还是会把家产留给你弟弟,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,仅凭这一点,你就输了。 老太婆,你们还真是无耻啊,赶紧闭上你们的臭嘴,你们欣欣作态的样子,真是让人作呕。 当初我女儿住院需要手术费的时候,你们又在哪里呢?你们不仅不借钱给我,还在旁边对我冷嘲热讽的,说这个病花再多的钱也是浪费,根本治不好,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后有多绝望吗? 嫂子,你能不能大方一点?别再抱怨了,事情都过去五六年了,爸妈当年的做法,就是让你们及时止损,避免越陷越深,你们怎么就不懂得感恩呢? 你小叔子说得对,你女儿的病治愈的希望本就渺茫,最后还不是被我说中了,你们人才两空后悔了吧? 如果你们早点选择放弃,也不至于后面欠了一屁股的债,要我说,你就是太心软了。 够了,闭上你的嘴,妈,既然你到现在还这么固执,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,你和我爸就老实的在我弟弟家养老吧,总之,我是不会管你们的。 大哥,你在说什么混账话? 爸妈已经在我家住了五年了,我们一家人已经享受到了天伦之乐,现在该轮到你们了,所以我才把爸妈送到这里。 况且,在你离开的这些年里,爸妈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你,你现在怎么能这样大逆不道呢? 总之,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任何一句话,赶紧离开这里,你们要是不走,就别怪我用非常的手段来对付你们,所以我劝你们还是识相一点,不要赖在这里了,否则你们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。 大强,你也太放肆了,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要了,我和你爸都是一把老骨头了,还能有多少年可活? 现在,你居然想赶我们走,你真是连禽兽都不如。 大哥,我警告你,如果你坚持不给爸妈养老,那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,到时候对薄公堂也不是没有可能,所以我劝你,还是尽早让爸妈搬进去住,省得后面输了官司回过头来求我们,到时候我们可没那么好说话了。 要是你现在害怕的话,我们还可以看在亲情的份上放你一马。 哼,我把话放在这里,你们想上哪告上哪告,你以为我是下大的吗? 现在你们说我绝情也好,不笑也罢,反正事实摆在这里,我心里永远过不了这道坎,因为我的女儿,我无法和你们这样狠心的父母相处。 儿子,没想到你这么绝情,既然你不管我们,那我们就天天吓到你公司楼下帽,直到你答应给我们养老为止。 你想怎么闹随你的便,等下我就把房子卖了,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? 大儿子说完,婆婆见大事一句,儿子和儿媳的严厉态度让他感到害怕和不安,他只能先赞比锋芒。 回到农村老家再做打算,但在回村的路上,却碰到老家的死对头来看小话。 哎呀,老嫂子,不是说你进城找你大儿子养老去了吗? 怎么现在又灰溜溜地跑了回来? 难道是被你大儿子和儿媳妇赶了出来? 也对,当初你不肯救他女儿的时候,全村的人都说你们老两口狠心,也难怪你现在有这样的下场啊。 哈哈,你这个老婆妇,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,你算哪根葱,还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,你要是再敢说一个字,信不信我立刻撕烂你的嘴? 婆婆一听这话,肺都快去炸了,血压直线飙升,气得心脏病发作,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,最终还是撒手人还了。 后来老伴也为伤心过度,突发疾病,瘫痪在床,而小儿子也为嫌弃老父亲,于是就离家打工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最后,大强和小琴重新搬回到了原来的住处,过上了没有婆婆打扰的平静生活。 朋友们,对于这样的结局,你满意吗?